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两口子净干好事 可是家里边有一个孩子让他们不省心 谁呢 王安世人内侄 其实就是老太太的亲侄子 叫张世芳 这小子不是东西 其实家里原来挺称钱的 父母双亡他算得了乙了 吃喝嫖赌坑风拐骗 万贯家财挥霍一空 最后没地住 台中府这边上有这么一个三清怪 惯离老道叫董太清 张世芳跟董太清俩是朋友 他没事跟这待着 心里也烦 怎么呢 没钱了 可没钱毛病还在 吃喝嫖赌 他这个爱好是断不了了的 但这四眼必须有强大的经济支柱 怎么办呢 老得上自己姑妈这来 姑姑疼 来了之后来宝贝拿着 拿钱去玩去 去吧 这姑父看着 一天到晚不学好呢 王安世人说过 你要学好万贯家财 让你执掌 这么些买买买了 外人我都管 能不管你吗 就你太没个人样 自己老得偷着来 还得避着她姑父 翻枪头进来了 找姑妈给点出去了 翻枪头又来了 半年的功夫练出来了 蹭一下子 飞檐走壁了 天天这也不尝试 在庙里边跟老道聊天 跟董事卿说 你这算哪一道啊 我姑父这么有钱 就不给我 我真盼着他赶紧死 他死了之后 钱都是我的 董老道乐了 需要帮助吗 你说话 什么意思 怎么事 你能管得了 啊 抱紧的 我能做法 只要你能把你姑父 生辰拔字给我要来 我就能要他的命 是吗 准这么灵 准这么灵 啊 你试过吗 你看 你要不信 咱们就打开这来 不过有一截 你姑父死了 你怎么谢我 我给你钱 你说多少钱吧 你要能把我姑父至死 我给你 五百两银子 老道说 行 五百两就五百两 不过说好 到时可就给 你要不给 啊 你不你生辰八字 也告诉我 行行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去问去吧 转过天来 这小子 上姑父家来了 新门呢 家里面这管 你不爱看他 啊 王朱王孝 瞧着别人 什么玩意儿 不爱理着 他也习惯了 啊 挺好啊 挺好 各位好 大伙儿瞧 不客气 不客气 没羞没躁了 是呢 不敢去见老头 见姑妈 姑妈那挺好的 你说这个玩 亲情这个东西啊 是没法讲的 他再食乐不食 这长辈看着 也是跟朵花似 哦 孩子你来了 你怎么样 挺好的吗 来来来 姑妈给你拿钱啊 给你拿十两银子 去瓢去吧 去吧 你老这么宠的 都好聊吗 这儿接过来 姑妈 我问你点事 什么事啊 是不是快到我姑父的生日了 我准备给他老人家 拜授 老太太感动 眼泪哗哗的 难为你孩子 你还想着他呢 他是 每年 哪月 什么时辰 全说了 你老太太不适合做保密工作 这儿说完了 张世芳高兴 行 你们管了 一切都我了 打车 出来飞奔 回三清怪 老道这儿等着 怎么样 成功了 一说 时辰 哪天 哪月 哪天 什么点生的 这儿拿笔写下来 老道找了一块 桃木 桃树的木头 那刀啊 刻了这么一个人 连胳膊带腿 五官项目都全的 把这个生辰拔字 这张纸 拿钉子 钉在木头身上 往这儿一放 单片叶里边 叶半紫湿 董老道 呸头散发 手拿宝剑 踏钢不斗 跟着念 啊 就有这个 害人的这个经 啊 这个有愿意学的 咱们今天普及一下啊 嗯 他是这么念的啊 反正不能念 特别清楚了 因为这个啊 特别清楚 特别清楚不合适 大概其前几句 是这样的啊 心悦央央 暖央央央 不要外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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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版权的问题 塔钢不楼吧 这儿一念 三魂七魄 给鞠来了 一魂一魄 啊 抓到手里边 有一瓶子 放在瓶子里 封上口 拿红布盖上 红绳子系上 这叫射魂瓶 这儿藏好了 拿回去桃木人来 你明天白天去 放在你姑父的床底下 别让人看见 七天 他是必死无疑 哎 好嘞 转过天来 把这小人揣在怀里边 又来了 啊 这儿一进门 大伙都恨得恨 往常拿完钱走啊 得有个十天八天 才回来 这这昨天走 今儿又来了 甭问 昨天舒 大伙都恨 呸 呸 啊 好好好 嗯 这人已经不要脸了 啊 进来了 一瞧呢 老太太在客厅那坐着 没进客厅 他奔卧房子 啊 大伙一瞧啊 老头头天晚上 跟人算账 算得太晚了 还没起呢 他这灭族前宗进来 把小人掏上 顺床底下 找一嘎嘎一放 扭头出来了 两天没露面 第三天又去了 啊 这个都挺好的 大伙都懒得理的啊 进来一瞧 老太太坐着哭呢 啊 你来了 哎呦 姑妈怎么了 那个 那天你走了之后 你姑父啊 就一病不起 到现在啊 他也没起来康 哎呀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挺高兴 挺高兴 这个 我去看一看吧 我去看一看吧 迈部来的这 卫义桥 王安氏躺在那 紧背双眼 脸色铁混 拿手一探 鼻息 有出气 没进气 点点头 哎呀 这个董道爷是真灵啊 看来他没骗我 转身出来了 姑妈 够呛啊 啊 孩子 你瞧见 我瞧见了 够呛啊 我认为啊 就这三两天的事了 咱们呢 赶紧办后事 啊 少得到时抓虾 老太太懂什么呀 你说就哭了 你看这个 王全也不在家 家里出了这个事了 你说这怎么弄的 旁边大管家 王忠王孝在这 老太太 您别着急 你找大夫瞧瞧 万一还有救呢 老太太没说话 张势放弃了 这人家要完了 你还给他灌的苦水喝 你们怎么那么缺德呢 啊 这主说 我还认识一个 不错的半仙之体 人家去说 能行妖捉怪 实不看有没有歪魔邪碎 忽他更急了 出出出出出 怎么能美吗能有呢 他这把实话说出来 这儿骗老太太 早下手 省了到时候 咱们抓虾 一忙活一乱一耽误 人都臭了 招舱呀 老太太懂什么呀 哎 先拿五百两银子 先出去吧 就赶紧办这事 料理吧 出来了 他投了走 后边大管家 王忠跟着 要说 真对得起这名字 忠心耿耿 就知道他这里边玩花活 我看他 看他干嘛 跟着出来 一瞧啊 他先进了棚铺 死人得搭棚啊 进来他跟人说 得要什么什么样的 啊 怎么个装饰法 得多少钱吧 往最高规格一说 人一说 您说这个 这五百两银子 他跟人划价 划来划去 到最后 四百两 两个人说行 四百两四百两吧 不过你开单子 你给我写八百两 坐地先骑四百两 啊 开八百两的单子 揣好了 他走了 王忠进来了 多少钱 你说吧 哎 这个八百两 胡说八道 我们都是市面上混的 你骗谁啊 啊 他只不过是内侄 我是家里大管家 老太太说了 谁便宜用谁的 你要贵 我们就不用 哎 没没没 就四百两 四百两 你给我写上呢 这写下来了 啊 出六根的 一瞧啊 进杠房 讲杠去 啊 一说这怎么穿销 怎么个执事 怎么个排场 人一说 好 您这个 这这一千两银子 他划价 划也八百两 刚开单子 开两千两 这开完了走了 王忠又进来了 实话实说 一问 找原来那单子 又开一份 回来之后 他跟老太太 还显摆呢 您看 也就是我 说的便宜 要别人去 怎么怎么着 怎么怎么着 王忠回来了 您看看 我开这单子 跟这东西一模一样 我这怎么这么便宜呢 啊 呼张始方 哭天摸泪 我是这家的内侄 我能坑谁坏谁 老太太糊涂 哎呦 你们别搅和了 我内侄 他还能赚我的钱吗 你老太太 这么一说 人家王忠王孝 人家没辙了 自个儿跺着脚 抽嘴巴就出来 不管了 管不了 啊 着急 真着急 怎么办呢 少爷不在家 谁能管了这个事 严丑老头要完了 啊 几个人站在门口 动足吹凶 是长须短餐 大善人 王安市 难道顺落 这么一个下场吗 嗯 真着急呢 有咋个 来这么一老道 谁呀 孙岛权 罗汉爷这大徒弟 这儿来了 姐 这是王家吗 啊 是啊 您花园您别来 我们这乱 不不不 治病救人 哎呦 我的天爷 您来的太好 你哪儿的 你帮我哪儿的 我来看看 家出事 这是罗汉爷打发来的 你先去看看 王忠王像来的里边 一瞧 张世芳给老太太还出发呢 咱得这么花钱 咱得那么花钱 咱们得买什么样的坟地 咱得怎么能招 知道吗 这完事之后 家里的家产 我先给看着 知道吗 等以后找基础 我再给分 说着在着 这儿正说着呢 有打外头 王忠王孝进来 老太太 来了这么一个道长 人说能看病 咱们让人瞧瞧吧 张世芳蹭就蹦起来了 不想 我们 我们要破除迷信 是吗 人必须得死 是吗 我们不可以这样上当受骗 他是骗钱来的 王忠说没有啊 人说不要钱 一分不要 人家不远万里 来到中国 说着在这 老太太都感动了 会让白大夫进来吧 大外边 孙道全进来了 见老太太 我问一下 这个病人现在何处 不在后头呢 来吧 呼噜呼噜 都进来了 把老爷子扶过脸来 孙道全看了看 没事 这人死不了 一说死不了 王忠王晓 高兴 您说道爷 这怎么回事 这是有人害的 有人陷害 您说这 谁害的 谁害的 男子之身 狠毒妇人之心 内宅之亲 外性之恩 张世芳扭头就跑 这四句说了心事里边了 男子之身 是个男的 狠毒妇人之心 就是他 内宅之亲 外性之恩 是内亲 但是你不姓王 磨头就出去了 孙道全 一毛腰在床底下 拿出一桃木人来 你们看看这个 这是谁放的 大伙都傻了 知道这是有人让他害的 都纳闷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单说张世芳 磨头就回来了 一进门一瞧 老道跟这掐掘念舟 还是别闹了 别闹了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破案了 下老道一跳 哪个 草莓少害人 哪个 不如哪个 就眼前这个 我姑父这事 你这到底灵不灵 灵啊 怎么不灵啊 不是 你说这灵 现中间人家来个人 人一下给算出来了 知道是我干的 现中间 你这事怎么办 只要是我姑父一活过来 我告诉你啊 我打这起 我连饭门都没有 前串子都说了 后厨都拆了 你想着吧 我李杨国 董老道想了想 要是这样的话 那咱们就得来个快点了 别等七天 我想着 我今天晚上 我就解决他的性命吧 对呀 你像张日方说 你早干嘛去 你要什么套餐 来快餐就完了 是不是 赶紧弄完了 咱们分钱了 你马上就走上小康道路了 你非耽误这么些天 对对对对 鸡腿玩就来 说话之间 天可就晚了 老道把头部都散开了 咔 刚不抖 跟这掐着剑决 这一念咒 优打外边 一股的狂风 进来了 什么呀 王安市的三红七破 一把抄在手里边 打着瓶 装在瓶里边 扣成盖 来到屋里边 往供桌一放 张氏方 我告诉你 现如今 你姑父已经死了 这个事 不会有人再知道 是是是 那这瓶子 哎 事都没人知道 这射魂瓶 不会有人知晓 话音刚落 山门外有人喊 姓董的 射魂瓶的 哎呦花 有人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